- 球場上有一點就是低了 - OK - 對 那下個球場我覺得就是一家人 - 對 我覺得就是大家都是各為其準嘛 - 我們為了是中華人來北人 - 然後他為了是菲律賓 - 我覺得這個不衝突 - 四星大學引進外籍生 - 對於國內來講絕對是正面 - 是提早碰到這些外國選手的對抗性 -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撇開說是不是冠軍 - 我覺得冠不冠軍不重要 - 重要是說我們有沒有藉由他來台灣的這個時間 - 我們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- 其實林傑能進步這麼快 - 我覺得有部分也是要感謝絕對抗 - 為什麼 - 因為在我們訓練過程裡面他們已經開始對抗 - 所以林傑對於守絕對抗 - 我想他應該是不會害怕 - 所以說這個部分我覺得在相較之下 - 他們越早碰到我覺得成長就越快 - 那當然啦 - 後續他又到了歐洲去打球賽 - 對 - 也到達BMD去挑戰 - 那我們這是鼓勵他的 - 對 - 畢竟挑戰更高的城市的這樣一個球隊 - 國隊我們來講我們都是對於支持 - 對 - 那回過頭來就是說 - 這挺台灣的球員其實要加緊的進步 - 對啊 - 那不然的話我們跟國際賽其實 - 錯覺就越來越大 - 對 - 當然我覺得真的不要忽視外籍對我們的影響力 - 少一點接觸 - 少一點對抗 -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球員可以少一點成長 - 如果看待時間 - 我想這次也是我第一次的國際賽事了 - 如果我想最先要感謝的是我的球員 - 那我覺得他們在這次的表現上面來講 - 我覺得真的是可宣合點 - 那我想這次的比賽有幾個部分 - 第一個在身體的數值上面來講 - 真的落差有點大 - 那再來就是說 - 因為世大運跟這個亞洲運跟亞洲飛不太一樣 - 今年五場賽事有四場碰到之東歐 - 所以說對於大決這一塊我覺得 - 如果有機會培訓或是一地訓練 - 我覺得應該是建議他們要往東歐的方向來做一點取經的 - 這樣的一個安排才對 - 因為畢竟我覺得 - 他們不管是在像我們這樣的態度 - 防守上的這樣一個拼勁跟鬥志 - 其實跟我們有點像 - 是 - 但他唯一的比喻碼是他的身材真的比我們高大 - 那我想我們都是輸在身材的部分 - 如果我們也有高度的話 - 其實在這個世大運其實是有競爭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- 對 - 那這個也是讓我自己體驗到就是說 - 在這樣一個身體數值的調整上 - 是我們大學隊是急需科普隆管座應該要進行做這樣的工作 - 因為其實一開始邱哥就是我們的情收員嘛 - 他對捷克其實沒有找到太多的資訊 -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抱著就是 - 不管今天對手是誰就是拼盡全力就對了 - 其實我還蠻興奮 - 因為畢竟第一場嘛 - 然後一開賽兩隊其實都蠻綁手綁腳的 - 對 但是後來第二節其實教練很快提醒我們說 - 他們其實就是人高 - 但我們必須要利用我們的速度 - 我們就是小快 - 所以我們一定要壓上去 - 利用我們的轉換快功 - 對 - 那談談自己的表現 - 那也是第一場吧 - 那我覺得我給自己目標就是上了場 - 就是拼盡全力吧 - 因為我不想後悔 - 就是說打完R - 為什麼剛剛沒有盡力 - 還是怎麼樣 - 加上自己是先發控球 - 我覺得自己要一身做折 - 帶著大家去往前走 - 其實我們可以開始做大家的節目 - 因為各位保持良好競技和工作狀態 - 迎接近創造下一個精彩 - 因為我們是積極嘛 - 又舒服嘛 - 所以你要是對方的歌手 - 緊湊一點 - 難得姐弟都來打四大運 - 這個感覺有沒有互相鼓勵 - 希望他加油 - 因為這是他第一次嘛 - 所以我覺得 - 親愛的主題 - 我們期待你們今天晚上 - 我們明天比賽 - 成績 - 我們不要鼓鼓大家的期望 - 那自己是第二次 - 第二次 - 所以算有點驚豔了 - 比較不會緊張對不對 - 還是會啦 - 因為畢竟就是 - 已經當學姐了 - 還是要帶一點學貼 - 對 - 就是 日文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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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文